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正当性 安全性 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福岛核电站储存的核污染水再次发生泄漏 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管理无能 日本政府监管无效的担忧 福岛民众多次指出 自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 东京电力公司的善后处理工作漏洞百出 曾多次被爆出存在隐瞒窜改数据 其处置核污染水的能力令人怀疑 东京电力公司能否从始至终都安全负责地处理 辅导核污染水 能否确保长达30年的排放管理不犯错不失误 能否确保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和可靠性 能否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核污染水的取样监测活动 对于这些问题 国际社会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 正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的合理关切 停止强推排海计划 以真诚态度同周边邻国充分沟通 切实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